大家也有看到 我是從前年就是98年 開始回來做和偉的眷村寶生物 我想你們住在嘉義的一定會很遺憾 就是嘉義有幾個大眷村 王偉東的東門町 跟現在在仁愛路經過新城的 原來舊子的那個白川町 正是嘉義比較大 而且會有東門町 一點都看不到了 因為我最近才經過那個東門町的那個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一點痕跡都看不到 如果說不是看到那個路牌 我還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我想我對嘉義是有一點淵源是說 因為我自己讀書是在嘉義 在女頭路途那個大屯 那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在嘉義進出 那我父親的朋友也是在那個 就是住東門町 所以其實嘉義我還算是蠻熟的 所以這次在看到 就是從眷村開始保存到現在 就是說我們看到各地的眷村 就是慢慢這樣消失 那當然虎尾眷村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剛剛有看到影片裡面 就是說它所造出來的那些 跟東門町或者是白川町的那種景緻也是不一樣 可是不管怎麼說 它只是代表不同形式的一個眷村 可是眷村文化裡面呢 它有它另外的一些 另外就是軟體的部分 它有另外一些跟外面的就是說 本省聚落或者說像客家聚落那種 它的會有一些區隔 那眷村文化本來就是在台灣近代史裡面的 一個新移民文化 那我們今天來做這個工作 只是我們希望這樣子在保留歷史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幫這個比較新的移民文化 不要因為族群或者因為其他的因素 而就把它抹面掉 那實際上眷村所保留的那些硬體設施 它只是一個我們看得到的 一些硬體的可以保存的部分 可是實際上它的精神跟它的文化 那個軟體的部分其實也是 在我做眷村保存的時候 我是希望能夠強調在軟體的部分 那硬體是沒有生命的 那真正有生命的是在軟體 那在回來98年回來做眷村保存的時候 那就發現說高章華 大家可能如果上次有來聽我 可能有知道他那中間在對 虎偽眷村的這樣子的一個用心 實際上我跟他認識也是在98年3月份 3.29當天我們才認識 那時候我在台北辦我們虎偽眷村 虎偽通曉校校友會的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在台北辦校友會 那然後知道高章華在做虎偽眷村的保存 所以特別把他邀請到台北去 因為這樣很機緣 所以我年底的時候 我開始回來去做一些活動 然後在做這個活動的過程裡面 就發現虎偽眷村的歷史裡面 它並不只是說從空軍眷村開始 而是說它有前面 因為我們做的法序 我們知道那是日本時代的 那可是日本時代之前的那一段歷史 沒有人知道 那也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然後我們就把就是理解到 就是因為零科大的一個劉仁俊老師 還有就是因為在95年做虎偽村補償的時候 他把這個整個的這個歷史就是把它調查出來 那然後又碰到辛吉里里長林常玉里長 他也在那個時候他就實際上在這個頓早之前 他就一直想把這段歷史 然後公諸於世 只是一直找不到機會 然後一直到98年我們回來開始做眷村保存 那他又是在我們眷村搬出去 所以我們就 他就是正好連結就是做一個活動 那時候辦的是正好是雲林古今日 然後聽府尾修復室裡面 就是親集裡回良家 那這樣子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等於是其實這是有一個奇異 當然這是對土地的一個歷史的一個 讓他讓他呈現 另一方面對府尾眷村來講 也是一個好的一個開始 就是說因為府尾眷村是全部分散在全省各地 他並不是像嘉義是集中在 文藍路的經國新城是一個兩千戶社區 那府尾是全部都散居各地 然後沒有一個集中住在 要眷村保存實際上是不容易 那要怎麼樣把這些人名聚起來 如果說我們今天只有辦一個活動 只有小貓兩三隻 其實起不了作用 我們要做保留一點 我們可能會成功 那所以正好知道這一段歷史 那他又是跟我們所保存的是相關的 所以我們才開始說 那就把他整個連結進來 然後讓新集裡回良家 他先回良家 然後他們走 然後我們就是日本的這一段 我們沒有辦法去找到這一段歷史 到目前為止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空軍眷村的人 然後再進到府尾 那後面的衍生就是從後面 那當然這個就是在漫畫書裡面說寫的是 眷村前世 因為他是這塊土地的最早的一段 我們目前所知道最早的一段歷史 那這一段歷史實際上我並沒參與 那因為高丹華是找 是跟劉明俊老師合作 然後後來找到陳曉雅 然後他去訪問新集裡的那個老保證 因為我是 我們就是分開不同的工作 我負責眷村這一塊 然後他們負責眷村前段的那一塊 今天我們的主軸就是風中的黑紫菜 那就是屬於眷村前世故事的這一段歷史過程 那小雅他就是從霸一開始 然後接下這樣子的工作 就是利用課餘時間 然後就是去採訪 然後去 然後就是去畫 就是花了兩年時間把這個時間 把這樣子的一個作品完成 那對我們來講 他能夠這樣子無私的付出 我們更應該去盡力的讓他能夠曝光 那當然這中間還有個過程是說 林常義里長都是在去年選完里長以後 他就因為太疲累 或者什麼就是昏倒 以後就過世 那在我們出這本書的時候 也正好是臨時紀念他的終年紀念日 他跟我們在辦98年的那個雲林古基日 就是我們要開始做卷增 保存的這個行動的這個 時間也正好是兩周年紀念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一段時間 來做這樣子的 來出版這樣一本書 那在這邊講 好像對公務門有點不大好 可是事實是如此 因為在年初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個新協會 我們要去做這樣子的保存 我們會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出出 其實這樣是靠自己的大家 一份息跟一份利 沒有任何一些外界的一些資源 因為沒有保留下來以前 大家也都在看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所以我們要出這本書的時候 我也曾經有到憲政裏去 希望他們能夠資源 就是支柱我們來印發這本書 可是並沒有結果 那所以後來就是說 因為這時間也越來越近 那就書的完成跟整個併稿都已經差不多作業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是造集全村 就是造集我們眷村的一些朋友 然後合力 然後把這本書完成 那當然高章華他也出了蠻大的力 不管是在金錢或者是人力上面也出了 比如說我們把這本書就是很順利的把它出出來 那這中間小雅當然能夠印出來最大的功勞是小雅 我們也只是敲邊戶 然後知道這件事情能夠育成這樣子的一個事 所以接下來的場子 我們就交給小雅 由他來把這一段的歷史過程 他是如果說他在開始採訪根據或怎樣的課 他那種心路歷程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